收看 创意理財近在運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掌聲響起 上個禮拜是早盤 大盤大跌了200多點 跟大家講財神也 不是是老天爺送錢來了 如果當時你被這樣的一個 恐慌氣氛給嚇到 沒有掌握到老天爺送錢來的這個機會 那麼沒關係 因為在未來的一週 我們已經看到財神也在跟大家招手了 我看到了 也準備好了 我不知道 老廚沒有 你看到了沒有 你準備好了沒有 如果你現在也準備好了 那麼趕快把我們的不知不敢 帶人家這份資料帶回家 因為接下來我們鎖定的標的 在這份資料裡面列得非常清楚 除了老朋友之外 裡面有好幾場新朋友 這個是在下半年我們相當看好的新標的 所以當財神也在跟大家招手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錯失過 千萬要把握 那麼回過頭我們來看 我們常講上車靠機會 下車要靠智慧 那麼兩項都能夠做得到 當然會是市場的贏家嘛 回過頭來看 掌握一次的機會到底值多少錢 我們仔細來看 上個禮拜四 中場是 我們來看盤通走勢好了 大家來回憶一下 一大早跌了226點 速殺氣氛真的非常的濃厚 而且成家量是放大 預估量放大1500億 中場呢 一樣跌了61點 收在8914點 如果我是看掌 縮掌 看跌 縮跌 那麼對盤的掌握一定常常會失誤 但是我相信我們忠實的 頭上好朋友你都知道 有時候我告訴你大好機會來了 當天可能只有小掌 就像6月18號 告訴大家上車的機會來了 而且不見兔子不殺音 當天也才小掌28點 同樣的 上禮拜四 跌了61點 我反而跟大家講 老天爺送錢來了 這個送錢的機會 我們把握住了 兔子又是哪些呢 當天跟大家提過了 我們抓了四隻兔子 這四隻兔子 就在我們持續鎖定布局的強勢主流當中 包括運動大聯盟跟汽車零組件 第一檔老朋友 366 F茂蓮 禮拜二194 歷史高點附近 全部獲利下車之後 兩天跌回起飆點 而且還破了當天 6月29號的低點 高檔有賣 手上現金滿滿 當然 回來敢買嘛 所以當天仔細看一下 買完之後 低點到高點 漲了13個百分點 現買現賺 運動大聯盟買了三檔 第一檔 2108南地 當天 低點到高點 9.7個百分點 現買現賺 4426的力情 低點到高點 19.7個百分點 現買現賺 8383的簽附 低點到高點 漲停 拉出了14個百分點的空間 現買現賺 回過頭來看 大家想一想 這些股票 四檔裡面 有三檔 當天 它的震盪幅度 都超過了一成 如果你能夠看到 老天爺送錢來的機會 掌握這樣的機會 它到底值多少錢 我們仔細來看 這四檔當中 昨天我們已經 特別跟大家提到了 茂連 我們昨天在180 這附近全部獲利下車 波段 掌握了43個百分點之後 短線再度掌握了19個百分點 另外一檔股票 從年初到現在下半年了 我們持續看好的4426力情 而這檔股票 我跟大家提過 如果它成為下半年的 當紅炸子機 大家追逐的標股 不要太意外 這檔股票 我們短線 雖然先 貨利把檔 重點是 它長線 我們完全沒有看壞 你看好一檔股票的中長線 不代表 你也必須要 懂得 有價差的時候 多賺一點嘛 不然 很容易 一個不小心 你爆上又爆下 當它在大區間震盪的時候 你沿路死報活報 不小心就是一個 爆上又爆下 那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現在 上面一次26個百分點的空間 我們掌握到了 這一次短短 三天又是26個百分點 我們也掌握到了 但是我要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你不要看到我 把帽連跟利勤賣掉 你就覺得 老師你是不是看壞這兩檔 通通不是 我們重點在於 有買有賣 把該有的獲利先放口袋 接下來這兩檔股票 我們完全沒有看外它 沒有看外它 也不能讓會員朋友 爆上又爆下 所以 持續鎖定這兩檔股票 再來 我們仔細看 208的南地今天 整天都在平盤上做震盪 小檔做收 另外一檔 8383的千負 今天震盪走高 中場收在今天最高點 大漲了7.8個百分點 無論盤中價或收盤價 都是創了歷史新高 很清楚可以看得出來 短短的四天又拉出了18個百分點的空間 而且股價是創歷史新高的 這檔股票 過去我們介紹給大家 我就特別跟大家提過 它就是一檔籌碼先知股 所以 掌握機會到底 能夠值多少錢 大家可以自己拿算盤來算算看 拿計算機來算算看 但是呢 這幾天我們持續有投資朋友拿來索取資料的同時 他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他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 上個禮拜四 盤明明早盤大跌 收盤也跌了61點 收中黑 你怎麼知道老天爺送錢來了 這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 你要知道當天是送錢的好日子 這個叫送分題 第二個 你要真的去做動作 你要知道要敢買 兩個層次 第一個要知道 第二個要敢買 要知道的部分 當然跟整個盤面的結構有關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在於 先知籌碼又回來了 那麼 我認為最重要的 反而不是這樣的一個 知道的層次 而是敢買的層次 為什麼呢 因為當天我們所有的會員 其實是手上現金滿滿的 那你問自己 9500漲到 1萬點 漲了500點 花兩個月的時間 短短兩天 從禮拜二到 我們告訴大家 新資籌碼在落跑的時候 到 禮拜四的早盤 這樣子跌500點 一樣是500點 漲要兩個月 跌兩天 你會不會覺得看到這500點的跌幅 會覺得 這短線上的恐慌氣氛還真的是很濃厚 又擔心希臘的問題 又擔心中國大陸的問題 這兩個因素加起來 盤面的恐慌氣氛其實是 非常的明顯 而且濃厚的 重點是 我們為什麼敢買 俗話說得好 人是英雄 錢是膽 就因為我們當天是現金滿滿 我看到這樣的跌幅 當然眼睛都張開 而且重點是 有先知籌碼都已經跳進來了 你買的比他慢成本就比他高了嘛 當然是盤中用力來少貨啊 現金滿滿當然是用少貨的啊 所以你會發現 四檔股票都是現買現賺 仔細看 前提就在於我在禮拜二 當天只有小跌五點喔 我就是盤中一直看到 有先知先覺的籌碼 冯高一直在落跑 一直在落跑 而且這一些落跑的股票 主要都落在 漲多積極高 高檔的這一些股票 譬如說呢 大家的老朋友 貌臉就是 他在禮拜二 194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他不就在高檔已經震盪第三天了嗎 連續三天我都看到 真的是有先知籌碼在落跑 所以公開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講 只指定盡安律的 就賣在194這附近 他的最高點就在194 賣完 當然我們不只賣茂臉這一檔 其他股票也在賣 因為就是有人在落跑嘛 人先知先覺在落跑 當我們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不會 像很多人這樣 趕快去探究說 他們到底為什麼在跑 不行 你不能 如果你對先知籌碼的掌握度夠高 你當下的動作不是去了解 他為什麼要跑 而是你要跑得比他快 你慢慢再來了解他為什麼要跑 但是你跑得比他慢 你的價格是不是比他差 而且他的盾位大 他轉身沒這麼容易 所以不畏大的情況下 他需要時間來調解 所以你跑了 你可以10分鐘打電話給音樂員 10分鐘會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出光 但是他不行 他可能要一天甚至於三天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大家的機會 當你把這一些在禮拜二 看到先知做完繞跑 我們也跟著把茂臉賣掉 把其他的高檔股票賣掉 獲利放口袋之後 豪爭以霞的面對隔天的重挫 禮拜四找盤再大跌 226點 你當然會越看越心動 心動要行動 行動的原動力支撐力就在於 人是英雄 錢是膽 我相信 當天如果 我把這個買進 少貨買進的訊息發出去 如果當時我們的股票還是很多 投資朋友大概是不敢買的 我的會員朋友是不敢買的 但是因為我們看到盤面上 兩天前落跑的這一些人 又開始回來買的 你不能買的比他慢 所以掌握機會到底值多少錢 大家可以慢慢來看 那麼重點是 如果你錯過了上個禮拜四 老天爺送錢的這個大好時機 當你錯過了我們這些股票 短短幾天 已經有相當好的一個報酬之後 同時沒有 我相信 你一定很想要掌握下一次的機會 從這兩三天的盤面上 我們看到 老天爺又在跟我們 財神爺在跟我們招手了 當然這一次的財神爺招手 他未必會像老天爺送錢這樣子 用集點的方式 兩天就500點 他不一定會這樣子走 但是未來的一個禮拜 你一定會感受到 這個好機會又來了 那我們現在的會員朋友 又手上又有資金啊 我們準備好了 同時沒有 你準備好了嗎 如果你手上目前也現金滿滿 那我說過 你當然需要知道 接下來的兔子會從哪邊跑出來嘛 而我們送給大家的兔子就在這邊 昨天我們特別用 這一檔加工師的好股票 我們用例子來跟大家提出 為什麼我們看好這一檔加工師的股票 重點就在於 毛利率以及明年的奧運嘛 這是兩個重點 那麼同樣的 今天下半段我們會告訴大家 從8383的錢付 我們要引出資料當中 另外哪一檔好股票 所以如果你現在現金滿滿 那你需要把我們這一份 不知不覺帶人家 你先帶回家 當機會來了 你才知道 哇 兔子會從哪邊 哪個窩跑出來 那如果你現在手上股票滿滿 你也不要擔 不要放棄 你不放棄自己 我們就有辦法幫你 因為你可以用換的 你不敢全部換沒關係 你就先換個兩三張 先換一部分掉 把我們告訴你持續推薦給你的 換到這一些 即將跑出來 在兔子上面 我相信當機會來了 當潮濕 財神也在跟大家招手了 後面一個禮拜 你一定會看得到 我們也會在節目中 公開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今天不知不敢帶人家 開放鎖取最後一天 歡迎投資朋友來電鎖取 歡迎大家好好把握未來 財神也招手送來的福袋 上半段先進去到這邊 休息一下 帶回到節目現場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機上 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一頂 生活更happy 縱橫股海成為贏家 滑罐頭顧賴分析師 精準的多空研判 後時的產業分析 順應趨勢做操作 掌控風險擺第一 把獲利變成習慣 把虧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刻刻迎接幸福 術桌贏家熱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總的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真誠專業經濟團隊 請找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麻灌針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請先讓 不好意思啊 讚您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嗎 不知道有人介紹他最好有準備的粉 是水的 那就那啊 有氣死到的阿龍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加油泥古丁都很有可能超亮 而且還淘落煙酒稅以及健康福利捐 歡迎繼續收看掌聲響起 每次我們送給大家的資料裡面 我們都會把當下我們最看好 具有波段漲勢的股票送給大家 也就是說除了我們要會員朋友來賺之外 我們也希望所有我們忠實的頭上好朋友們 你在看節目的時候也能夠有所收穫 或許你買的成本比我們稍微高一點 但是呢 波段的獲率如果能夠拉出四成拉出六成 我相信 差那7% 10% 我相信大家還是大賺 我們回過頭來看 過去我們如果幫大家掌握到汽車廳組件當中 非常棒的兩檔股票 都一樣具有相當高的波段獲利 第一檔 1536的核大 這檔股票從四月底 萬年堂而來的這一份資料送給大家 當時它的價位在71 72左右 沿路到了6月12號 我們跟大家講 拉出了49個百分點之後 可以全部獲利放口袋了喔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資子定進安律德 接下來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確 漲勢趨緩就在高檔震盪 再創高 但是幅度也不高了 所以最好賺的就是在這一段 我們幫大家掌握到了 那麼另外一檔 3665的F帽連 從5月20開始跟大家談到 要好好鎖定它 到這一天 上個禮拜二 我們把它在創歷史新高194的時候 全部獲利下車 這一段的漲幅43個百分點 沿路我們都持續的跟大家講 要佈局 要鎖定 要買進 要買在別人不知道的地方 要買在別人不敢買的地方 這幾次的鎖定 就能夠幫大家賺到後面幾漲的這一段 超過兩成的獲利 整個波段更是拉出了43個百分點 這一段時間 從5月20到7月份 我們都跟大家談 買進買進買進 這一天一賣掉 兩天直接回到短線的起標點 再買回來 昨天再賣一次 所以兩段加起來 六成 把握的空間就這麼大 那當然很多投資本人都會想說 老師 你當初是怎麼 在別人都沒有注意到它的時候 你就能夠把它從土裡面挖出來 你就知道它會是未來閃閃發亮的一塊黃金呢 這個才是重點嘛 告訴大家理由 而不是只是跟大家歌功送的說 我們賺了多少 那這樣子 你才能夠認同我們這種 幫大家選取波段 好股票的一個功力 以及研究 就是因為我們了解得夠深 所以才能夠掌握它波段的獲利 我們仔細來看 過去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 從產業面來講 汽車它當然是個老產業 但是它具有新生命 這當中賦予它新生命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在於電動車 仔細看 電動車 從2010年到2014年 它的成長都是倍數的 未來更是 5年後 900萬輛 仔細看一下 去年才31.8萬輛 5年後 預估900萬輛 到了2030年 15年後 已經來到2100萬輛 所以光從產業面 看到這樣的一個資訊 你就知道 電動車的成長都是以倍數來計算 那麼誰先卡到好位置 誰就有最大的成長爆發力 電動車當中的代表廠商 當然就是美國的Tesla 第一季銷售1045輛 第二季公佈了11507輛 連續兩季再創歷史新高的銷售量 當你看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恐怕都已經慢了我們一步了 為什麼 因為股價會說話 仔細看一下 這是Tesla今年的走勢圖 這包含去年的 仔細看一下 4月份是不是就開始往上盤漲 我們是不是在4月底領先 幫大家開始掌握到 核大這檔股票 所以核大跟茂連 它的確都是Tesla相關概念股當中 非常受惠的兩檔股票 從Tesla的股價 讓我們搜尋到了這兩檔 往上漲 那麼同樣的 就以核大來講 仔細看一下 當初我們跟大家提到 它的利基點有這麼多 仔細看一下 最重要在前面兩個 Tesla的部分 我們已經跟大家介紹了 重點 第一個 它的第一大廠客戶 BWA 它主要是提供扭力轉彎器的零組件 仔細看一下 通用福特現代 這一些轎車跟皮卡車 還有休旅車 什麼是皮卡車 來 看一下 這個就是大家所不了解的 美國今年的 汽車銷售量 預估還是會來到1千7百萬量 回到了金融海嘯前的高峰期 已經重返榮耀 去年美國 十大教授汽車 仔細看一下 福特 雪佛蘭 到期 這三款車型 通通都是皮卡車 什麼叫皮卡車 客戶兩用車 就是這一種 美國人 地大人少 它就喜歡這一種的 而且它的內裝 越來越像 轎車 越來越豪華 所以 我們就是掌握到這一些資訊 了解 核大 它不只電動車 它在皮卡車上面 它深耕得非常的 有成效 再來從籌碼上面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了 沿路 從去年到今年 沿路有先知籌碼 持續在進駐 越來越集中 甚至於我們在 送給大家的 第一份 送給大家的 萬點桃園資料當中 直接就跟大家講 籌碼統計 它就是具有長度的條件 後面的股價 大家當然都看到了 那麼接下來 有1就有2 下一檔當然就是茂連 但是呢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又沒有時間 跟大家好好講茂連 重點是 我相信你持續收看我們節目 核大跟茂連 你都已經賺到了 而且茂連 最近你的印象一定很深刻 你很清楚 我們從產業 從它基本面的題材 以及籌碼面 去掌握這一檔股票 核大跟茂連 掌握的方式一模一樣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跟大家所談的 就是這一檔 簽附上個禮拜四漲停 今天大漲7.8個百分點 再創歷史新高 而另外一檔 在我們資料當中的 來 它就在這裡 運動球具這一檔 好 仔細看一下 打底的過程裡面 大盤往南走 它在打底 先知籌碼 持續進駐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 跟千夫放在一起 因為千夫大家都不知道 它是有做自協機 它是運動大聯盟一員 這一檔股票 一樣 很多人都不知道 要不知道 當然要領先掌握 領先布局 歡迎把不知不敢 帶人家 最後一天開放索取 帶回家 大家一起迎接財神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每個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縱橫股海成為贏家 滑罐頭顧LINE分析師 精準的多空研判 透實的產業分析 順應趨勢做操作 掌控風險百第一 把獲利變成習慣 把虧損拒絕門外 帶您實時累積財富 帶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贏家熱線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門為誰而開 滑罐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總的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 才是正確方向 滑罐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深層專業